地狱空荡荡,魔鬼在人间这句话想必大家都听到过,出入社会的时候,人们以为每个人都是善良美好的,可是在这个社会打拼久了,才发现人性的黑暗远比你看到的要更多,其实关于如何识人,老祖宗早就给出了答案,内心阴暗的人身上都有这几个特点,很难隐藏,若是你遇到了,一定要躲得远远的,看看你身边有吗?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哗众取宠,切勿小看,喜欢哗众取宠的人,你以为他们是小丑类的角色,可事实上,他们就是靠这一招为自己谋取利益,而且,这种人心机很深,表现出来,行为都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善于蛊惑人心, 就像三国时期的刘备,煞有介事的摔阿斗一般,这种人耐性很好,可以做出各种姿态,或与仇敌握手拍肩,四面言欢,或做出在旁人看来滑稽可笑的行为,通过示弱的作用,表现自己千功下世的一面,或者,会多方施恩,显示自己救人急难的一面。 但是,这样做,都是有一种极其功利的私人目的,和单纯的助人为乐,根本不是一个概念。 在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人,他们在实际工作中,不努力做出成绩,却总是处心积虑地打击那些,凭自己实力做出成绩的人。 这类人就是典型的极闲度能的阴险之辈,极闲度能的人,在正常的竞争环境中,往往不愿付出努力,而一旦别人做出成绩时,他又感到愤愤不平。 想当然地认为,理应属于他的东西,却归别人所有,心里总感到无法平衡。 如果只是心里渡闲极能道还罢了,问题这些人往往心怀不满,对于你所得到的东西,他们都想要。 除非你能消除他们这种情绪,否则他们一定会付出行动,竭尽全力打击报复你。 一旦他们行动起来,你往往会躺着眼中枪,很可能会再也不敢轻易表现自己的才能,甚至无法在原来的社交圈子里待下去。 阴险之人,极度心也明显比一般人强,而且还会把对他人的极度变为伤害,处心积虑地伤害那些比他强的人, 以满足自己的极度心理,极度心强的人,通常不愿意在正常的竞争环境中做出努力。 一旦别人取得了成就,他就会感到委屈,感到不平衡。 似乎是别人抢的本应该属于他的东西,妒忌心本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,利用的好,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,可阴险之人的极度心却不同。 他们的极度心只会让他们做出偏激的行动,他们想到的只是通过害人来消除自己的极度心。 一旦他们采取了行动,你即便和他无冤无仇,也会因为太优秀而无辜中枪。 两面三刀 俗话说,人心隔肚皮,虚伪奸诈之人,大多心怀叵测,显得两面三刀。 当着你的面是一套,背后又是另一套,你永远都看不透他的真目面。 更看不到他的真心,对于这种虚伪奸诈之人,应该慎之又慎,遇到了最好绕着走。 千万别想着和他交朋友,更别想着占他的便宜,否则吃亏的肯定是你。 至于一个人是不是两面三刀的虚伪奸诈之徒,假如没有高明的识人能力,一下子往往是很难看清楚的。 这样的人往往极其狡猾伪诈,和你说话时全是调好听的,把你说得飘飘然忘乎所以,或者当面都是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,其险恶用心都藏得极深,在还没有彻底操控你之前,不会轻易表露出来。 两面三刀的虚伪奸诈之徒,还极善于挑拨是非,在你面前说别人的坏话,在别人面前说你的坏话,不闹出矛盾,就绝不肯轻易罢休。 两面三刀的虚伪奸诈之徒,最常用的伎俩还是伪装,就像一只披着羊蹄的狼,混迹在羊群中,伺机张开血盆大口。 一个背信弃义,背信弃义的人,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,出其不意地杀死你,说不定你还会被他骗得团团转。 当然,这样的人也很可怜,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,成天都生活在阴谋之中,只有孤独与寂寞。 喜欢挑拨离间,这种人最擅长说三道四。 他们总是利用自己的口舌,在别人的背后散布谣言和不识消息。 他们的目的是,为了制造矛盾和不和,让别人互相怀疑和敌视,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无害,甚至还会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。 但是实际上却是在暗中捣乱,他们传播的消息往往是断章取义或者颠倒黑白,让事情变得复杂化和恶化。 我曾经有一个同事就是这样的人,他总是在办公室里搬弄是非,把一些小事情夸大或者歪曲,结果导致我们组里的气氛变得很差,甚至有一个组长因为他的谣言而被迫辞职。 所以,遇到这种人一定要小心,不要轻信他们说的话,也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。 无事献殷勤,无事献殷勤,非奸极道,平时和你没什么交情,却突然跑来套近乎,向你献殷勤,嘴上就像抹了蜜一样,什么好听说什么,你喜欢听什么说什么,变着花样地讨好你。 这样的人,如果是有事求你,那倒不算是阴险小人,怕就怕他们套近乎,献殷勤是有着阴险的目的,是想要坑你,害你,骗你,把你往火坑里推,不管是哪种目的,你都要小心提防,对后一种阴险小人。 更要加以鉴别,一旦看出来对方是这样的人,那最好离对方远点,不要与其打交道。 没有同情心 生活中,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他人的痛楚,例如,看到了他们糟糕的情况,自己也会感觉到很难受,这也是人类的善良的本性。 但对某些人没有同情心,他们往往很难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和绝望,所以,甚至伤害身边的人,心里不会有罪恶感。 这样的人往往属于鲁莽行为,心里就更邪恶,心里学家指出,很多人外表冷漠,给人感觉不好接近,其实只是他们的外在表现。 而不是代表他们的内心,生活中有很多人,虽然外表冷漠,但心里却是温暖的,富有同情心,也是人们的柔美气质的表面,但心里却非常冷淡。 那么,又该怎样应对内心阴暗的人呢? 首先,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,远离他,绕着走,用一句俗话说,就是惹不起,躲得起,不要心存侥幸,妄图用你的善良,爱心,或者友情去感化他,一是你没有这样的义务,你又不是观音菩萨,二是内心阴暗的人,最见不得就是别人发现他,然后试图去改变他。 你越想要感化,他对你的反噬往往就越强烈。 其次,如果实在绕不开,被内心阴暗的人盯上了,或者必须与其打交道,那么,就要懂得当机立断地予以反击,让其知道你不是好惹的,而且,还要有打吃酒战的准备,因为内心阴暗的人多少都有些强迫性人格特征, 面对别人的反击,轻易不会善罢甘休,反而会伺机反扑,所以,在对付这种人时,不要想着一劳永逸,要有打吃酒战的心理准备。 其次,走自己的路,让内心阴暗的人去说吧,内心阴暗的人,大多数时候不会攻击那些不如他们的人, 而是会把矛头描向那些比他们更优秀的人,所以,遇到内心阴暗的人时,不妨调整一下认知,不要害怕,也不要慌张,要认识到他们越是攻击,越是能证明你的价值, 所以,还是走自己的路,让他们随便去说吧。 最后,通过对事业的加倍专注,和对生活的更加热爱,来回敬那些内心阴暗者,这是因为,内心阴暗的人,真正的目的,往往是想毁掉你的事业和生活, 让你混得不如他,如果你受其影响,反而正中其下怀,如果你无视他们的攻击,在事业上加倍的专注。 在生活上更加的热爱,那么,内心阴暗者,没有了你这个观众,也不大可能把独角戏继续唱下去。 我们不能从皮囊上去评判一个人的好坏,但是可以从他的行为上知道他的为人,有的人相貌丑陋,或者过于锋利而显得冷漠,有的人因为性格而不苟言笑,但是经过相处之后,就会发现有些人是面冷心善的,而有些人内心恶毒。 但表面功夫却做得很足,他们以柔软的面容来伪装自己内心的丑恶,人类不是擅长伪装的生物,因为人的感情过于丰富。 所以,一个人究竟是怎样的,还是应该在长期的相处中去了解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